大企科植物叶下猪、龙猪草 具有抗疫肝病毒、抗肝癌和保护肝脏的作用 叶下猪微苦、肝 常喝叶下猪汤可以预防多种炎症以及护肝饱肝、清肝毒 此食疗养生汤口感肝香好喝 叶下猪以全草的形式入药 天然食疗汤品无毒无副作用 外用用仙草捣烂敷在伤口处可以治疗轻竹舌咬伤 叶下猪自春季开始生长在草丛路边 4到6月是花期、7到11月是果期 叶下猪还是炎症的好帮手 是因为叶下猪可以治疗多种炎症 对于肝炎、眼角膜炎、肠炎、肾炎等 均有很好的作用 因此在民间叶下猪也常被用作治疗炎症 堪称万能解毒王、最强的护肝草 今天在路边看到这种草 采摘下来做一道民间最流行的汤品 新鲜叶下猪100克左右 叶下猪根部难清理用剪刀把它剪掉 正因为其果实长在叶子下 所以叫叶下猪 把叶下猪剪成小段 放入盘子中用清水洗净 洗净捞出沥干水分 装入纱布袋内 放入猪肝200克 蜜蜜枣两粒 生姜两片 清水3000毫升 开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煲40分钟 时间到了 把汤包拆开看看 里面的叶下猪草已经完全出味了 包制这种状态说明汤已熬好了 加入盐调味即可 喝汤的同时还要把猪干吃了 这样功效才能最大 另有一些实验证实 叶下猪中分离出的木脂素成分 具有抗肿瘤 抗有丝分裂 抗病毒等活性 具有杀伤人肝癌细胞SMMC7721和抑制其增生作用 对人体健康的益处太大了 给虫草也不换哦 在郊野遇到这种草 切记不要错过 感谢观看下期再会